大家好 歡迎來到資金流事務所的一週展望 又過了一個星期 今天是8月19日星期六 剛剛過了一個星期來說 美股也好 內地股市也好 港股也好 都是跌到四月朝天 主要是因為市場擔心 內地的經濟數據非常差 擔心內地的經濟進一步下滑 再加上美國開始擔心通脹 主要都是來自於 幾個重要的經濟數據都在反映美國的通脹 似乎是沒有辦法拉下來的 令到三個主要的指數都是一路下跌 導致下跌了整個星期是2.2% 納指來說也是跌了2.1% 也加上標榜白指數也跌至超過2% 拖累到港股的整體走勢更加差 再看過去一個星期來說 恆指跌了1124點 跌幅達到5.8% 國指和科指都分別跌了6.02%和6.2% 科指又再跌到4000點的水平 至於內地的市場就似乎跌的幅度好像是少些 但是都看到都跌得幾傷 尤其是深淨指數跌了3% 看看剛剛這個星期有什麼經濟數據 令到大家這麼擔心 譬如看回中國出的工業生產指數 故頭的總的增長 以及零售的銷售數據 全部都雖然有得升 但是這個升幅明顯是低過市場預期很多 譬如零售銷售來說 原本的市場預期是4.5%的增長 但是最終出回來都是只有2.5% 而工業生產預期有4.4%的增幅 但是最終都是只有3.7%的增幅 整體三頭馬車都見到是有反車的跡漲 都令到大家來說很擔心 內地經濟就沒有辦法在短期裏面恢復動力 加上現在來說大家都最害怕的 內房的債務的情況 亦都是進一步惡化 因為除了碧桂園之外 亦都是有更加多的其他企業 都是一起暫停 歸還他們一些債券的利息 甚至有兩間公司 包括碧桂園在內 都是將他們在境外債的部分 停止交易的 整個內地的經濟狀況 轉弱之外 另外一個焦點就是美國方面 因為大家都看到美國剛剛公佈了 他們核心的零售銷售數字 遠比市場預期強 看回7月份環比有1%的增幅 比起市場原本預期跌0.3% 是明顯是強很多 都令到大家繼續擔心 通脹是否真的可以在今年的時間 見定 再加上在星期四 亦都出了美國聯儲局公開市場委員會 在關於整個7月份的議息會議 是不是可以有一個見頂 一些啟示 似乎都是顯示著 更加多的委員 他們都相信還要繼續加息 所以如果你看回剛剛這個星期 微股也好 港股也好 甚至是內地股市也好 跌幅是非常明顯的 看回道指來說 可以這樣說 星期五雖然都要站穩 但是我們在走勢上 看到道指持續下行 並且貼著保利加通道的底部 一直跌下來 加上保利加通道的隨時高度 亦都在擴闊 這個走勢形態 很多時候都是預視著一件事 走勢繼續轉弱 似乎已經形成了 所以都相信 道指在短期裏面的形態 雖然有些單日的反彈 但是不足以令到大家相信 道指可以站穩 尤其是當我們看回道指 保利加通道的BBW 在上星期 我們之前都預測過它會大幅擴闊 彈上來 令到市跌的壓力加大 現在來說出現了 究竟跌夠了 我相信如果BBW 還是在一個相對低的水平 即是在抽搖上來的時間 令到道指再跌的空間 其實都挺多 至於去到標榜白指數 甚至是納指來講 已經提早了 整個星期 是比道指要跌得快 也都在上星期 已經是一早就跌到去 保利加通道的底部 所以現在來說 道指的下跌 其實是追跌回 就是納指和標榜白指數 但是這兩個指數來講 是不是已經也是 叫做跌到一些 即是叫做可以站穩的水平呢 暫時看這個跡象 就還未得住 譬如好像是星期五這樣 道指可以站穩 但是納指和標榜白指數 仍然繼續下跌的 我們都相信這兩個指數 在短期裏面 繼續要試更低的水平的機會 其實都挺大的 特別是我們見到 兩個指數在上星期五 仍然跌穿 即是RSI在30這個水平以下 顯示著現在來說 追股的動力 似乎有進一步加大的機會 至於在接下來的時間 大家對於八月的 全球央行聯會方面 會不會有那個加息機會呢 暫時我覺得應該不會的 大家來講都是看回 八月份 九月份 這兩個月來講 都沒有一個即時大幅加息的期望 因為如果譬如看回 根據聯邦基金利率期貨那邊 看到那個走勢 他們都是預計 未來維持在525至525的水平的機會 其實都還是挺大的 甚至可以這樣看回 星期五又再升上去大概 89%的機會 反過來去到11月的時間 大家對於當時來講 大家對於八月 九月份 這兩個即是叫做月份 要加息其實就不是太過大機會 但是去到11月份 反而來講那個機會會是大的 那這個因素呢 可能就是說 整個的股市在短期裏面 先回調了 而回調完之後呢 就會是來一個反彈 然後11月份呢 大家就要小心 看回 即是11月那個的加息機會 因為大家都經常都說 10月來講會有機會是 就是又暴入一些比較明顯的下跌 那原因呢 就是過往來講 10月都會是 見到的市況 出現波動性會比較大 那我們都相信 這次來講 10月那個的波動性 應該都會是 較為大機會 是會出現一個 就是比較明顯的回調 因為始終這次來講 雖然說 就說 之前公佈是 第二季度 美國的企業業績 有78%的企業 是多 那個賺的金額 那個盈利是多過市場預期 但是呢 就去到 現在來講 進一步 見到那個息率 是相對比較高 再加上 就 再有一些 就是叫做 評企公司 就去 表示 就是說 美國方面 那個商業 樓市那邊 那個風險很高 令到很多的 就是叫做 大型的商業運行 可能會是 被調低 他們那個 投資評級 或者信貸評級 都會是影響到 就是投資者 對於整個 整個的 美股方面 要求回報是增加 變成了 就是 美股下跌的風險 其實都幾大 那看回 這個息率的因素 現在來說 加息 就是基本上 就會觸發到 兩年期 或者是 十年期 這些的息率 就上回來 我相信 現在來說 這堆的息率 應該都會繼續 屬於一個叫做 向上行的情況 而現在看回 就是 短期的息率 上升的速度 似乎是慢了一些 尤其是 我們看回 兩年期的息率 和十年期的息率 似乎十年期的息率 就在過去一個星期裏面 抽升得很快 都是反映了一件事 就是 現在大家對於 接下來的經濟出現 是衰退的可能性 就會稍微掃除 但是 大家對於 未來的食口見頂 這個情況 令到一些 軟期的 就是叫做 債券的息率 會繼續向上 這個的形態上 可能都會是 令到市場的 擔心 短期股市出現 一個回調的擔心 是幾大 看回美匯 尤其是 當我們在上個星期見到 美匯突然之間 是因為有加息機會 抽了上來 破了 由104.7開始形成 那個下降走勢的頂部之後 隨隨地向上行 亦都是它的RSI 又升到到70流上 令到現在來說 大家都預計 美匯再繼續向上行 那個風險其實都大 對於美股的即時影響 當然都是大 但是 會不會影響了外圍呢 過去一個的歷史上呢 美匯一強的話 新興市場就會跌得比較明顯 所以都不要說因為 見到美匯上了來 即資金來講 就會在短期裏面 流回到美匯裏面 會令到很多錢 由新興市場那邊的抽走 影響到投資氣氛 至於我們在另外一個角度 量度回到美股的風險 就是用一個VIX 就是所謂的恐慌指數 一般來說 如果在20流下 都是平平穩穩的 沒有什麼大問題 最近來說 都突然間抽了上來 由之前是12.7 上去到最近 已經是去到18.2的水平 這個水位 真是叫做幾危險的 因為你很快的抽上去 可能去到20流上 整個股市就會好像 叫做倒水那樣跌下來 這個情況 真的都見過很多次 每次來說 就是VIX上去20 我們都會見到一個 比較大型的調整 那這次來說 就是是不是會再出現 這個大型調整呢 那就好像究竟市場 投資者跌不去看 如果VIX升得太急的話 大家要做足防風措施的 那人民幣 我剛才都說過了 那有經濟數據是比較偏弱 那內地三頭馬尺都這麼欺負的情況 看到人民幣終於 就是叫做跌穿了7.3的水平 那對於人民幣的走勢來說 那雖然就是說 央行那方面 就指令那些大型的雙型銀行 那個市場上是沽美元 你去壓制這個人民幣 就是再進一步急跌的那個情況 那都是叫做成功的 但是那個情況就是 只是一個止減 因為你人民幣的匯價 是跟經濟是有一個 比較直接的關係 那麼人民幣的匯價 在短期裡面 就算你抽回來 只要經濟數據繼續差的話 人民幣的整體走勢 進一步跌下去 就是7.3 甚至更加差的情況 都不是說不可能的 而現在看回 就是7.3這些位 純粹是一個叫做什麼 心理關口 你去到這些水平來說 轉回強 都真的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那就可以了 如果你看到 人民幣轉弱 那美國繼續是一個 就是調整的階段 都令到很多的資金來講 在過去一個星期 不敢入市住的 譬如我們看回來說 在叫做開市的見價時段 恆生指數 5個交易日裡面 就有4個交易日 是流出的在開市的時間 那流出那個的金額 是超過10億 那只剩下 就是星期二那天 是流走的 就是5億 比較少的 那而且我們都見到 就是在那個的流出之外 我們都見到 就是那個叫做 是拋貨率 全部都在說 就是七成或以上 那都是顯示著 就是那些資金來講 體探 是看得都幾全面的 那對於開市體探 它其實就 就是看短期的走勢 轉弱的情況 都比較明顯的 所以都可以這樣去看回 那現在來說 就是整個的股市 港股那方面 那方面 似乎是體探的力度 是很強的 那至於一些的 中線的資金呢 他們在那個收市的見價時段 去買入回 就是恆子又好 甚至是國子 或者是科子 那個2月6 其實都是大為減退了 那甚至可以這樣去看回 就是過去 就是每一個星期 在那個收市的見價時段 流入是超過 在150億那個 就是總累積的金額 那個的時間 就是已經是連續 兩個星期沒有看到 那就是可以這樣去看回 就是現在那個的市場 對於整個的後市的看法 都比較偏向一個 就是叫做觀望 甚至是稍為的悲觀 那所以都看到個整體 就是資金流入的情況 那個的情況 不太理想 那我們呢 以呢 就是月線圖去看回 恆子由高位 334、484 就下回來了 那上年的低位 14597點之後呢 那本英呢 就可以有個寄望 就是說 逐步完成一個 是頭肩底的形態 那可惜呢 就剛剛 就是 八月份這一支的 走勢呢 就出現了一支比較大的陰軸 那也都是向下跌到下去 那五月的低位 18,044點的水平以下 那所以呢 以現在去看回 是不是真的可以 就是維持到這個 這個頭肩底呢 都還是需要 就是看多少時間 那若果真是最後 頭肩底這個形態 是破壞了的話呢 那我們可能 真的要跌回到 14,500這位呢 才可以是見到 另外一個支持的出現的 那至於呢 看回一個叫做周線圖去看 由31,183點 跌落去低位呢 是這個 14,597點之後 那這一陣的反彈呢 那原本38.2% 那個反彈目標 就在大概18,900 那我們之前都說 就是他無辦法 就是站得穩 那我們都可能 當整個市 是要繼續下調 因為呢 都看到呢 就是22,700開始 那個原本 下降 阻力呢 是升穿了 那但是連續 三支陰燭 是否跌下來呢 那都是 預視著 整個的沽壓 其實都幾大 那我們都不盼望 在一到兩個星期裏面呢 整個市場 會突然之間 又轉好 因為現在去看 雖然那個市場 都很多的傳聞 一時又說 這個人民銀行 會是做更加多的事情 包括什麼呢 就是 之前做了 就是 減低那個MLF 令到 大家的借貸成本 尤其是 那個 就是買樓的 按揭的借貸成本 是可以降低 但是 用途是真的不大 因為大家都 不會有 一個很大意欲 在現在的時間 去買樓 因為 預了樓市會下跌的話 沒有理由 這個時間去買樓 就是 令到自己是輸錢的 那另外一件事 就是說 現在來說 內地方面 整體的失業率 其實都還是挺高的 而現在去看回 5.4% 這個數值 比起上一個月 是還要差了 顯示到 大家對於 那個 即是未來去花錢 做一些 大型的消費 或者一些 叫做奢侈品的消費 那個意欲是會大減 那因這個因素 其實都可以這樣看 就是人民銀行 就是很苦口婆心的嘛 希望呢 就是減低大家的 就是要借貸成本 直至呢 就是令到大家 會借多些錢 其實這個做法 是無效的 那 至於 也都有一些消息指 會不會減那個 全準金的準備率呢 那其實 全準金的準備率 是不是可以透過減低 令到有更加多的錢 借到出來呢 其實如果你看回很多 內地的大型銀行呢 其實他們那個 借貸呢 是未爆那個 即是叫做 所謂的 即是 存款那個 的準備金率的 那因為呢 他們自己本身 都是不敢借那麼多出來 那現在來說 你降那個全準率 是沒有什麼作用的 那因為 他們自己本身 都有很多錢可以借出來 他只不過不借而已 那你減那個 即是 全準金的 那個息率 即是 作用真是很有限 所以現在來說 就是說 中央不是不做事 只不過做的那些事 是沒有辦法 令到大家 恢復信心呢 其實都很難 令到大家 那個 即是看到 內地的經濟可以在 一事三合 突然之間是飆上來 所以 如果你看回月線圖 和周線圖去看回 行指都要繼續試低位的 那至於 即是接下來要試多少的低位 才可以 即是站得穩 那現在來說 剛剛呢 日線圖上 即是在上個星期 試穿 即是5月31號的低位 18,44 最低做過17,900這個位 那雖然呢 即是在星期四 試了這個位之後 即刻彈回上來 那但是呢 那個彈力是非常有限 還有也都是 星期五來講 已經將這個彈的幅度 是大為收窄 那顯示著一件事 即是整個的反彈 基本上都不能夠 令到大家來講 是有信心 所以都可以這樣去看回 RSI也都穿了30的情況下 日線圖告訴我們 市還要跌的 那至於跌的幅度 要去到哪個水位呢 那也都看回 這個星期究竟 還有呢 就是整個 又去年 10月份 由低位 14,597 上回去 2月份 是22,700 這個升浪 總升幅的 61.8% 作為一個目標位 那這個位來講 就要去到17,700 那至於呢 如果做反彈的話 那因為現在來講呢 就是暴力交通道的 就是叫做中軸位 就是那條20天線 是可以在短期裡面 很快地跌下來 那所以呢 也都可以這樣去看回 這一陣 就算反彈上去的話 20天線 穿回所有的 50天線 100天線的話呢 20天政治本身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阻力 因這個因素呢 暫時來說呢 看回第一個的回調目標位 17,700 那而反彈上去的話 就先看一條20天線 那看回呢 這個星期的焦點 那上個星期來講 中美都有利淡消息 影響呢 那令到指數來講 就是失手了18,000 這個水平 那18,000來講 是不是一個 主要的支持位呢 那都要看回 這個星期 可不可以 就是叫做 彈上去先 那至於呢 美國來講呢 那突然之間 那個加息壓力是轉強呢 那主要都是 那些經濟數據帶動 那接下來這個星期 也都還是有一些經濟數據 還有呢 是全球 央行連會呢 會是公佈 即是舉行的 那這個會對於呢 就是波及類股份呢 可不可以 就是其穩呢 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來的 那至於呢 就在 內地那方面呢 那大家都很擔心的 就是三頭馬車呢 整體的數據呢 就很差的了 那全線經濟是 就是向淡底下呢 都或者可能 令到大家來講 在這個 後市走勢呢 都偏向一個體探 那因這個因素呢 都是不可忽視 就是人民幣這個指標 因為人民幣的匯價來講呢 在剛剛星期五 出現了一個大的反彈 但是這個反彈呢 純粹是因為呢 人民銀行要求那些大型銀行去沽美元 但是這個動作來講 不能夠持久 因為那個大型銀行來講 他們自己本身 都不是說真的多得那麼緊要的 那些美元基礎 那你沽了 就沒得沽了 那沒有彈藥 那就很難頂住那個 人民幣的跌勢 那星期五來講 行資失手了18,000 那麼 失手了5月31號的低位 那應該都會有機會觸發一個比較大的跌幅 那看回這個位置 18,000點 是不是真的可以 叫做站穩呢 如果一旦站不穩 確定是失手的話呢 那基本上現在那個下跌幅度呢 就應該看著17,700 那至於呢 短期的反彈目標呢 就最多都不會超過20天線 那所以這個走勢呢 在這個短期裏面呢 那大家就要是比較看 一個匯調的走勢呢 是會是持續的 那來近這個星期呢 亦都是大家需要關注的 那當然都是 星期一 內地會出賣呢 就是這個 貸款的市場佈價利率 那這個來講呢 亦都是指標 那還有呢 亦都是看回美國那邊的一些 就是重要數據 包括就是西早業 和服務業的PMI 八月份的數字的 那亦都加上這個星期來講呢 美國都會有 是內用品訂單出來的 那這個數字呢 亦都是一個比較 就是令到大家來講 是可能會看到 美國的通脹情況 會不會呢 是有加劇 那至於呢 最重要 大家更加要 星期四開始 要留意一下 這個全球的央行連會 那看回呢 不止美國自己本身 就算歐洲那邊也好 甚至是其他 中國啊 都會是在那個的 就是央行那方面的行長呢 會是表態 是對於 未來的那個 息率的前景 還有呢 是對於那個的 整體全球出現的 那個通脹問題呢 會有表態的 那這個呢 也都會是反映回 究竟聯儲局呢 未來的呢 在九月之後呢 會不會是有機會呢 是真正正正 再有加蝕那個的可能的 那好了 那今個星期 你講的事情呢 都反覆得很厲害 那未來的這個星期 整體走勢呢 都是繼續呢 是會 反覆無常的 那我想投資者 是有時間來講呢 要做的 都是要比較審慎 就不要呢 是過分呢 是相信就說 指數是一萬八 這些位附近呢 就是那個的PE很便宜 跟著呢 你就說 相信了呢 內地那方面呢 是會出大招呢 去支持那個經濟 那大招出了的了 其實如果你看回 這陣子 那麼多的 就是叫做不同的 新的規條 去吸引回外資也好 甚至是去搞活 那個資本市場 又或者是去支持 或者是優化 那個內地的房地產市場 都好 那個市場沒有反應 那所以大家都要小心 那接下來的港股 會是很波動的 大家真的坐這個過山車 要抱緊安全帶了 那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了 那大家如果對於 以上的內容呢 是有任何的看法呢 都歡迎在下面的留言 留言給我們 那另外呢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片的內容的話呢 那不妨呢 是給個like我們 和share給其他的 朋友仔呢 令到更多的朋友仔 可以利用一些數據 去做未來的故事補處 那更加重要的 就是大家 如果 是想支持我們的話呢 那就是用這個super fans 來到去鼓勵我們 那令到我們可以 有更加多的動力 去做更加好的片 去分享給大家的 那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了 拜拜